大家好,我是麦子以色列 想知道这是在干嘛吗? 接着看下去吧 赎醉日 应该今时不时不喝的 我现在在吃冰淇淋 我估计是 不会被原谅的 洗起来多爽啊,你看 哇,要上道了,要病道啦 不要吵吵啦 开头 是不是觉得挺怪异的 那些人到底在干什么 他们每个人都手里拿一只鸡 然后在自己头顶去晃来晃去的 这个就是 众统新教犹太人 在过赎醉日这一天 会做的一个行为 每一年中 以色列有一天 就叫做赎醉日 这一天一般是在九月份 这一天的话 是你为自己一年 所做的行为 检讨的 要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做过 什么措施啊 如果做的措施不对的 然后就是 要自己去 检讨去悔改 还要请求别人的原谅 就是这么一天 这一天传统上 也是要进食的 从昨天晚上太阳落山 到今天 晚上太阳落山这之间 25个小时大家是 不吃也不喝 来进食 悔改 极端正统新教的犹太人 还有另外一个事情要做 就是像影片中所看到的 他们会拿一只鸡 在自己的头顶 往上三圈 他其实这个的寓意就是 把自己的罪恶 转嫁到这只鸡身上 最后这只鸡呢 是作为一个礼物 会送给穷苦的人的 有一些怕别的人会选择 到水域旁边 把自己的罪过 扔到水里边 也有一些人会选择 捐一部分钱给穷苦人 那有的人看到这些 可能会想 那他们这个赎罪日 岂不是徒有虚名吗 以前学习的时候 有一位犹太教的老师 就很好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他说赎罪日 只是一年中最后一个机会 你可以进行反省的 但在犹太教里 你真正要做的是 每天都要对自己的行为去审视 去检讨自己 这样的行为才是正确的 这个就好像我们中国文化里的 一日三行 我就没有进食了 因为有滴血糖 不太敢进食 害怕你有什么不舒服 到时候还要动用公众资源 叫去医院或者叫救护车 就不方便了 逐罪日期间虽说没有车辆 但是应急车辆还是有的 比如说消防车呀 然后警车啊 救护车这些还是有 有在运作的 连这一天连那个 机场都是关闭的 完全没有飞机进出 这个估计在全世界来说 也就只有以色列是这样子的吧 其他的任何一个国家 好像还没有听说过哪一个国家 在一年中的某一天 每一年都会全部的停顿 没有任何地方开门 今天这里就有一个救护车 应该是小朋友骑自行车摔倒了 赎罪日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 可能路上小朋友骑自行车 家庭骑自行车可能会出什么事故 对一个小朋友摔倒了 歪到脚 空无一车 赎罪日的高速公路是这个状况 空无一人的高速公路 一会儿可以到高速公路上去骑自行车 对了 今天赎罪日 我们都还是传统的 都会要穿白色的衣服 一身白色的 然后我就还有戴着白色的帽子 我发现今年为什么上的车很多 前几年我们在这边站着 真的一辆车都看不到的 今年我已经看了好多辆了 好奇怪呀 穿着白色的衣服代表 过完赎罪日都要有一个新的开始 起起来多爽啊你看 哇要上到了要并到了 打转向 看左手 有没有车 并到 哇 我已经并到成功 老单 老单还没有并到成功 他不太懂这个规矩 没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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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车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大家一键三连 强烈推荐 还有不要忘了投币哦 没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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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看我们找到了什么 饭自动售卖机 有冰淇淋 有喝的 还有吃的 太高兴了 因为今天出来 什么都不会开的 没得吃的 我现在都已经有点滴血糖了 所以我们找到这个 我简直太开心了 可以吃东西了 老单 老单高兴不? Are you happy? 他已经没有力气回答了 好吧 我现在要买东西了 不说了 拜拜 要吃东西了 要吃饭 熟醉日 应该进是不是不喝的 我现在在吃冰淇淋 估计是不会被原谅了 但是 如果不吃的话 我觉得我会晕倒的 嗯 有点滴血糖 因为 救命啊 这个是救命的东西 好 哇 我现在阶段 要看 我目前已经拥有一个 现在还是没有车 因为安息日结束是要在日落以后 现在将要结束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